字幕提供 栽星女人 戰利品訂閱 是棉花糖也可以 棉花糖 可以 畢竟玩剛的 都是有夢想的 戰利品的訂閱非常重要 金色的 這個1跟2都可以先塞了 要鐵頭嗎 有點差老實說 這個征服裝是選下去都會定陣容 這應該是他很不想見到 選2是最不會綁定陣容的 原本的2是 就骰之前是貿易大亨 可以奔著賭陣走啦 但是能不能吃雞就 如果要拚雞的話我覺得骰是可以理解的 是 因為他這個主劍 其實他應該也會比較想玩槓 他畢竟剛剛也玩了那麼多把槓 所以他可能就會想要照著他原本的一個戰術 就沒有想到這邊進了 就是這種很綁定陣容的海格 所以他只能選這個聯合防禦 雖然前期可能沒有什麼用處 可是他就是可以可能 大家先戰最後一排先吃這個聯合防禦 來 戰利品訂閱 對 輸 開上限的開上限 給鏟子跟輸的都是開上限 而且他這個是有機會拉高上限 10塊 10塊 剛好 符合期望值 這個 挺完美的 第一關過了 而且他這邊就可以湊出一個四周 他基本也開得很漂亮 有的時候你可能三星歐拉風 但是你可能開不出沙五色啊 或是說開不出四周 就會有點拖垮你有些的節奏 但他這邊也不用再刷牌去抽他的其他的牌 基礎牌 而且他在三階段就是 其實一塊錢的賭陣就是 很需要三階段是五連勝啊 沒錯 對 這樣才可以幫助你繼續往後走 因為你都還是 畢竟你是賭一塊錢的 你都還是需要四塊五塊錢的卡 來輔助你的陣容 那這邊這樣就挺順利的 這邊可以 嘗試往五連勝走 然後 這邊還有四十塊 等一下還有一個 特性點擊 可以開個上限 也是有機會搞不好他開一開 最後變成十殺歐拉夫 也不是沒機會 確實 畢竟是戰利品訂閱 雖然聽起來很抽象 但都是有機會的 二三可以先骰了 三也骰 聯合防禦 挺強的 你感覺挺適合這個陣容的 他選了這一個 好他百位高手 那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哇 決勝局 就是要玩大的 感覺又要有十殺了 真的是耶 不過也有可能後面再 掉一個 鏟子 然後 直接開人口 對啊 這都是可以的 在這個戰利品訂閱 就算沒辦法馬上合 也無所謂 也還是可以拿 後面也是有很高的機率 會多給你一個鍋鏟 藍寧月 這邊拿了一個最後一波 不知道他現在 排面長怎樣 可以嗎 黑輪 因為這裡 三點勝了 裝備合了 先合一個無鏡 對他可以直接讀突起 因為 就突起進得多嗎 直接養糖 然後等一下要 合一個紅buff 給他當一個其中裝 裝備看起來是很舒服的 看一下摘星 增傷轉 喔 KDA增傷 有 有機會 這個算 這把9增或10KDA都行 感覺 可以直接往10KDA去靠 現在10KDA的勝率很高 就10殺跟10KDA 完了完了 我開始期待了 我好希望他持機喔 因為27分嘛 對不對 這很勵志耶 直接北伐 對 因為他本來層面的 戰機 並不是特別的理想 對對對 如果最後二連擊 然後 27分 有踩到的話 今天是真的有機會 平常 正常打到這裡 大家分數不會這麼近 是 今天大家都是 戰況是比較焦灼的 他如果真的是這樣子 一個劇本的話 真的滿主角關懷的 非常主角關懷 而且他也算是扛住了很大的壓力 找到了 喔 他刷了幾下 我不知道 但是 他應該刷滿主的吧 但是他找到了很離譜 找到了 最好的 他只要再抽一張就三星了 不會這裡要掉一張給他吧 這就是我要的大場面 還是這邊 詹利品就會掉複製器 好打開打開 喔不先開嗎 一張而已 欸欸欸欸 我的 欸 喔喔喔喔喔喔喔 哇 要這樣玩遊戲欸 欸 喔有抓有抓 還以為他那個露了一張衣服而已 可以 很好 但是這一張抽了 蠻多錢的 欸結果掉了 掉錢 好繼續刷 好喔 哇哇哇哇 這是什麼意思 七等 七等五費二 兩張五費 欸 但是一張牙齡都沒有 欸 沒關係 不慌 不慌等等會有 對 等等開始被發 有時候 這遊戲就是這樣 30%的找不到 1%的一直出現 對 這也是沒辦法 究竟對面備戰區有嗎 沒有而且搶真的其實四隻一場這樣 其實也 也蠻有 就是 也很強了啦 已經很強了 就是大部分的人也還沒啟動 對啊 所以下一回合還有機會再出 是 那這個傑 要抓吧 要要要 傑是 雅妮這套陣容的副C 呃 這個3先塞 王者可以塞了吧 王者擴增 對 1可以先塞了 其實1跟3都行啊 可是 感覺雅妮的話 選3還是 保險一點 尤其是他有夜色 肯定是能夠扛到最後的 還是1來塞一個 1的話就是過前排比較快 看他有沒有覺得外面的大坦很多 但通常 喔喔喔喔喔 三星喔三星 喔回來馬上就有 有欸 六衝浪囉 然後再轉到棉花糖 8等有 4大人物 哇 他這個10KDA囉 而且 他也不用上9 他有一個騎乘皇冠 漂亮 兩個KDA轉 不然他主秀找到沒 玩得太漂亮了 然後還有一個產品在旁邊 這個根本就是 藝術級的 沒有這就是戰利品訂閱 對 這一把的那個 大家的上限都跟一般場不一樣 對 他可以10KDA囉 他甚至可以3個可以貼轉 不過這樣要12口 他已經可以在8等的時候 10KDA 因為他有那個 獨自報酬 還有產 還有產值 可是 摘星其實不太必要再去拿了 就是他可以去拿一些輸出裝備 對主要是我 剛剛沒有看到他自己那邊的 現在羈絆看得怎麼樣 我太確定他現在的裝備是開線什麼 有 猶豫囉 要Denay這個 奔著鏟子去了 欸欸欸 拿到了 我看不出來 有拿到嗎 有拿到了 他自己拿了一個 他這邊就要看一下他的裝備有什麼 因為有時候鏟子拿過多 然後你可能C位沒裝備 因為這樣子至少他在 他就不用 10KDA啦 有啦有啦 喔 他的主秀是拿到那個 KDA的阿卡莉 最好的 對 就是你只要有一個 看到沒有 4之50KDA 這就是戰利品訂閱 戰利品訂閱 太好玩了 這個遊戲 因為通常本來是要上9 但是因為他有投資報酬 所以他就有辦法直接在8等的時候開出來 投資報酬再加 對 最完美的就是 你只要有兩個回章 你就能夠開出10殺5 或者是說10KDA 當然你還要再加一個 KDA 或者是說殺5社的主秀 你要有主秀 然後再加2個轉隻 他的那個投資報酬還沒給 給了吧 這個是他剛剛自己剪鏟子盒的啊 他那個艾克身上還有一個 對 他已經拿去把細節做滿 就是給他觸發出damage的效果了 人好多好過癮 好漂亮 好美 然後還可以繼續吃思緒雜亂 對 喔 這個也是有機會開出10KDA的 奇卡粉也是 對 他也是 他跟詹欣一樣 就是有兩個KDA的回章 哇 10了 10了 開得非常漂亮 居然有2加10KDA 這就是戰利品訂閱 超級大場面 但他已經沒有任何的容錯了 而且他 前面都是 就是他已經是6連敗了 所以他 剛好在51的時候又給了一個 點擊 變成10KDA 那打不打0這架歐拉夫 看一下 注意這個阿里 還沒有對到歐拉夫身上 可是歐拉夫已經 已經揮起來了 對 小尷尬 這感覺隨便亂打耶 好應該是破了啦 對喔 輕輕鬆鬆 就是阿里打的都是是非常吃香的 就是如果說 就即便是一開始沒有對到也無所謂 對 看一下摘星有沒有辦法 這邊再補一件 其實好裝備還挺多的 對啊 隨便挑一個 挑了一個聚殺 聚殺其實很 摘星這個 很關鍵耶 因為 KDA就是血量非常高 10KDA的話 給了4%最大是命值加成 然後4%的雙攻嘛 所以其實就很需要聚殺 而且這一場啊 還有另外一家是 玩六鬥歐拉夫的 這個選擇非常關鍵 拿了一個聚殺 然後 OK 他直接先升9等 再多上一個阿卡 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他這邊就是 唯一的隱憂就是 內加10K可能 內戰會贏他嘛 所以他還要再變一下魔術 4費3或5費3都可以 反正我想看到 他這個比較可惜 就是他的阿里沒有啟動狀 不過就是等著他的 索納開大 然後幫他的阿里啟動 KDA索納 對 有 10K內戰有贏嗎 哇好像很輕鬆耶 人口優勢 哇這個10KDA沒分 10KDA沒分 為什麼 因為有另外一家10KDA 我跟這沒辦法 這是容錯的問題 這就是 沒辦法 他沒容錯阿 他不是獨家阿 太頂級了這個決賽 10KDA沒分 真的是有你要的大場面耶 沒錯 我現在還在等 要4費3 要4費3 帥氣吃雞 OK 再來個4費3 好喔 原本還想說 如果另外一家10KDA 可以跟他打一個 焦灼 有沒有 然後那個摘星一直扣血 就趕快生死 然後抽個5費3 帥一下 對這約瑞科 行 先上了 可是他前排有點多 所以這約瑞科有可能要掛技了 前排太擠 對太擠了 讓他等開影滑進去 然後找個洞 給約瑞科 可是要找 喔可以可以可以 有人跑過來後面 給他打了 這個 有說法嗎 沒有沒有 絕對沒有 空裝帶一件巨殺 輕輕鬆鬆 哇那好像 好像結束了耶 對 因為第二強的 就被他 也被他打到沒分了嘛 而且摘星他的 每個思路都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 他明明是候選的一個玩家 但是他卻拿到了巨殺 當然啦 那個選秀也是有兩個巨殺 但是我覺得他對這個陣容啊 還有裝備的 適配性 甚至他後面掛的這個 索納都是 算蠻細節的 一個想法 還有他這個10kda的實力 對 因為像其他人他們就沒有拿巨殺 可是 就是打10kda 又或者說 打這種 鬥士的羈絆 其實就很需要巨殺 因為生命值太高了 因為在 這一場裡面大部分都是 就是 有兩家10kda 然後又有一家6蠻有嗎 對 效益非常高 就是這個巨殺的收益 很大 那可以再一個吧 可以啊 反正他有另外一個那個 又掉鏟 又是一個鏟子 可惜了 他這邊也可以拿納石喔 就是納石跟巨殺 再一個巨殺 對 給阿卡莉 是 如果有金鏡 我覺得他會拿金鏡 然後可以阻擋 我感覺 不過 再次這邊要表演 文中文 他這邊甚至還可以吃這個 思緒雜亂 好 這邊還打鏡像 要表演吧 為今天來一個完美的收尾吧 來個4 4費3吧 有 他這 這把真的打扯非常好 喔 有耶 一直打中備 又一個增傷轉 欸不對不對 這邊應該要等一個棒子 再開一個kda轉 阿里 原來阿里現在才二星喔 對 他剛剛還在一星 原來阿里現在才二星喔 而且他沒有啟動裝 他就是單靠著這個索納去幫他啟動的 OK 看一下左邊 10kda 5td 是 而且索納通常會被 對就是對上什麼殺五殺或說六楚行 是很容易被那個死哥也暢死了 但是因為 10kda給了40%的最大生命值加撐 所以就讓他有辦法很穩定的啟動 好 對面是六楚行 其實黑輪 場面也真的是算很強 但這一把上限太高了 沒辦法 有一波走嗎 這邊點名環節喔 會不會另外一家連鏡像都打不贏啊 感覺有可能打不贏喔 這邊感覺要雙殺了 來看一下 喔沒有對到另一個 行啊 又平安度過一回合 花錢了吧再興 可以了可以了 這邊可以升等了 花錢了吧 最後一回合了 六增傷 10kda 六增傷 三星阿卡莉 KDA格還不夠讚 看一下對面有沒有人 他有沒有拿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拿個二星阿卡莉 應該是沒有 沒有沒有是剩那個 剩那個蠻勇那家 喔是剩蠻勇 喔那就沒有 算了追不到喔 沒事 錢花完誠意有到 可以可以已經做最強了 十kda 六出damage 完美羈絆 十二人口 確實是完美羈絆 還用武術師的加成 這左邊看起來超荒謬的 不知道為啥 超 這個 金牌屯會看得很開心耶 超級完美的羈絆 哇 神仙級的表演 好 恭喜 災星旅人 十kda 六增傷 好 悲傷 十二者 私 希望